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评版 而且买在第一手赚钱一定有 你说老师啊 怎么一开始你就在开玩笑啊 你讲这个6451的讯心啊 你讲这个3163的Pull Away啊 你讲这个3363的上权甚至光盛啊 细光子 好像是我节目最重要的主轴之一啊 那么你讲的这些股票当当都创新高 甚至鸿海 甚至广达 台积电都是大涨的 哪里还有第一手的股票啊 各位注意啊 我是分析师 而且我对这些产业掌握得非常的好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最强势的产业 发生这个事情叫做延迟出货 听清楚了哦 它不是不会涨哦 它是比较慢出来哦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像光盛一口气涨了多少 我介绍给各位的时候你可以问本台主播啊 我在介绍的时候只有72块钱啊 一路上现在涨了三倍以上啊 因为到300块都看到了啊 那么这个是和Google来做合作的 现在可以直接讲了 以前只能讲美国客户啊 那么像同样的很多都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客户啊 那么像这家呢 因为他做了什么 比现在还更先进哦 光盛甚至迅心他们做的叫做矽光子第一代的引擎啊 那么这家呢 做的叫矽光子第二代 比原先更往前的引擎啊 直接讲它叫麦威尔啦 它叫麦威尔 也就是有人翻成美满电子啊 它延迟出货了 它延迟出货结果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台湾的供应链 你看这台湾供应链去年赚三块钱 DG只赚0.63元 把它乘以4你就知道说 它是衰退一点点的状况了 有没有发觉 麦威尔本身来讲的话 去年赚1.25元美金啊 那么今年DG本来大家都估0.4 因为0.4乘以3嘛 刚好就是所谓的 基本上来讲会到0.4 结果只赚了0.2 0.2的话这乘以4大概只有一块钱 它也衰退了 所以呢 跟着呢 它的供应链也衰退了 但是各位注意 麦威尔是全世界最大 而且最棒的一个所谓光纤公司 麦威尔是全世界可以说是细光纸最重要的领头羊 它现在早就已经建立了所谓AI数据中心了 麦威尔是全世界第一个下单2奈米相关的网络光纤晶片 下给台积电现在正在Cobox在做的 2奈米大家都做3奈米他做2奈米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 节目一开始 我怕你注意力不集中 我们一开始就问各位一件事 那它会大涨这是第一代 这是旧的东西会大涨那新的会不会涨 所以你说老师这支股票没有涨 太弱换奖 我告诉你一件事 说不定两支都不用换 尤其是多头的时候说不定两支都不用换 甚至呢你说老师涨这么多了我该怎么办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就以今天的盘式上面来说的话 还真的我帮你选的股票是最好的 甚至我就说过去的伺服器 那么过去的伺服器里面现在只剩下广达是强的 其他那几个都比较弱对不对 所以叫过去的伺服器啊 现在的一个机器人等一下第二阶段我讲机器人 机器人大概是一半很不错另外一半在支撑 对不对一半已经还在涨停板 今天机器人还有涨停板的股票啊 各位看到没有影看又上来了 那未来的什么未来的光纤网通啊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等到你iPhone手机上手 等到你三星24的手机 三星24的手机现在已经开始特价促销了 为什么 因为iPhone上市的时候 三星24的AI手机同时也要上市 那他敢在你前面赶快卖 你就变成他的客户了 当你这些全部上手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生成性AI的图片啊 那你今天看到一个黄敬哲 可能我想故意把自己弄的帅一点 可以吗 要用26张图片才能做成生成性AI 就可以做得非常的活泼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当12月31号台北市政府前面101大楼 有10万个人在唱歌 一看到五月天 一看到蔡依林 通通给他拍下去 通通用生成性AI的时候 各位知道吗 我们说过一张图片跟26张图片的分别啊 本来是10万人就变成260万人在上面玩耶 整个台北市的市民同时在用电线耶 所以那个时候的网通啊就会大塞车啊 麦威尔就是跟各位讲这个观念啊 所以他已经进入了光引擎的第二代啊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归纳 我们实事求是 第一个指数要涨到哪边去 一直冲一直冲 哎呦我其实我很想讲一件事 可是我觉得讲的没有意义啊 因为指数一涨上来啊 你看昨天之前都没有在喊的哦 后昨天两万五的都有啦 两万六的也有啦 还有两万七还有三万的 那你要至少你用个数学算一下给我看看 用电子计算机按一按给我看嘛 难怪你们看那么多节目没有个安心的 连我看的都不安心了 然后结果弄到最后第二件事 我觉得很苦恼 我是最早在股市现场 最早在本节目里面跟你算出来 所谓V型反转满足点的 结果呢 现在看起来都被模糊了 不过我唯一最大的分别就是 我什么事情都讲道理 什么事情都是依序跟各位来说明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来看看 我的算式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满足 OK来注意 6月12号的股市现场 我怎么跟各位说的 我说请你注意 这个东西叫做V型反转 事实上有很多分析师在这次5月31号往下 哎不是5月31号在这根 来各位看到没有 在这根啊 6月11号往下的当下呢 就说啊这个行情完蛋了 我说不对哦 你先回到5月31号去看 5月31号下面有一根大量啊 所以5月31号这个就叫做V型了 这个V型的一个满足点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到这边了 就到2万2千7百点了 这是叫V型反转的一个计算 我说到了2万2千7百点之后呢 请你注意 那么可能会进入所谓 月线的一个V型反转 那我月线的V型反转满足了没有 当然还没有 因为我直接给你算过来 是24607 24607 我都给你算给你看了 你说老师到底会不会到啊 我怎么算的就是很简单嘛 A等于B嘛 那么从12619到前面18619 这中间来讲的话 把这个数字加上去就是24607 老师说老师 这个V型反转每个人都会算啊 那到底会不会到啊 有人跟我讲会到啊 老师内线哦 对哦 内线 内线 各位知道吗 我早就算出来电子指数 我一定要到这个真正的证据出来 我才告诉你吧 虽然我当时也是推断它是V型反转 各位看一下现在电子指数是多少了 1265了 已经完全满足了 如果各位想再去算一下的话 0050 各位看到没有 0050是208.3 今天已经来到189了 也都快到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V型反转没有太大问题 当0050跟电子指数都已经V型反转了 我认为这个指数 246多少呢 24607呢 24607 还有一千两百多点呢 你还在那边 老师到底还会不会涨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有人说鸿海涨那么多了 今天涨更多 昨天有人说 广达涨那么多了 今天涨更多 昨天有人跟你说 老师讯心下去休息了 今天立刻给你涨停板 看到没有 345休息了 立刻给你涨停板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行情 如果你是从头到尾看错了 那我觉得我没话讲 但是如果你是本来是对的 那请你记得一件事啊 我一直跟你强调 那么从这边稍微简单 跟各位讲一下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6月13号 我就已经跟你讲是24607了 就是24607了 这个标准的V型反转 甚至非凡开播的时候 大家都说不会涨 我说还是会继续涨 我想这样子讲 可以吧 那还有通膨 通膨到 还有什么 还有将席 还有美国大选 还有费波南枝系数的47个月 所以还很早好吗 是09 没有讲9 不管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V型反转 V型反转 那为什么到明年3月呢 因为12月份的时候 正是所有的伺服器才会出来 所以现在只有两家出了伺服器 你没看到吗 哪两家 一个是鸿海 一个是广达 鸿海还做的比较多一点点 好不好 好那指数没有问题了吧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哦 我听到你讲没问题 有问题 少我们的LINE 少我们的YT重看一遍 那指数没有问题的 来指数现在一路上 往上没有问题的 电子指数创新高 台积电创新高 广达鸿海 甚至大盘创新高没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在什么地方 有问题在你的身上 从节目的第二集 这是第一集啊 第一集在讲细光子 节目第二集就跟你讲说 天龙跟地虎 你要给我分清楚 为什么 拜登要选举了 拜登要选举了 你不要管他叫台硕四宝 我当然知道他是宝 但是现在呢 刚好他被压着 再厉害的宝都会被压住 再厉害的宝都会被压住 所以到明年三月才可能有机会 你看一下好不好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今天我故意要求 我们的董事长 我是说 这个时机点 谁去当董事长都一样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 这个时机点 谁去当董事长都一样 但是问题来了 你是 你不一定要在这边 开股东会去骂董事长 你可以先离开 离开这次油价大跌的一个状况 然后转进AI 对不对 你不要这个时候说 为什么台积电涨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台化涨不上去 为什么我们台塑涨不上去 为什么我们中钢涨不上去 拜登在压嘛 你要也要等他11月6号选完嘛 没办法他是拜登 不管你要说什么 不然你就跟他抗议啊 所以我们只能顺势而为 我做老师只能跟你讲顺势而为嘛 所以没有错吧 没有AI的先把它放一边 如果各位看到今天有这一集的话 你手上中钢满党的 你手上什么 台塑 台泥啊 这些满党的 我告诉你 再半年你还是这个样子啦 不见得会大跌啊 不见得会大跌啊 再半年你还是在这里啊 然后你就每天看人家涨 然后去股东会骂人 我基本上 我不太赞成这个讲法 因为我每天都要讲给你听了 然后呢 请各位要特别留意了 那么在这些电子股里面怎么去选择呢 我想我今天都想办法把这些东西 理清楚跟各位讲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好AI既然已经来了 大家都知道AI来了 好棒好棒哦 OK 那么AI来了 从头到尾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停下台积电红海 台积电红海 台积电红海这个应该是大家很清楚的 那为什么说跟各位讲 你就记得这三句话 很可能是你选股票最好的方法 你说老师我就是喜欢做伺服器 那我问你一件事啊 伺服器共有四支三支吧 第一个是广达 伪创 伪影还有什么 音乐达 技嘉这些吧 那你没发觉 只剩下广达比较强了 而且广达是整理完之后才上来的 所以叫过去的伺服器 不是说过去伺服器没有一档会长 而是说伺服器本来就是先长的嘛 没有伺服器的话 我们怎么讲机器人 那些机器人都笨笨的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么如果你要从伺服器里面挑的话 四支中一支 那只有25% 所以我说过过去的意思 当然有些还是在未来 或是在现在 叫广达 那现在的机器人呢 各位看到没有 来4562的影汉 还在涨停 4566的这个石塑工 还在涨停板 对不对 但是所罗门有一点盘整了 但是尾盘有拉上来哦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动 但是至少不是像以前这样 噴噴噴噴噴噴噴的时候 也不是底部了嘛 所以是不是现在的情况 那未来呢 我说未来在这里啊 这么小的公司 为什么这么大的公司要去找他 一定他有关键的技术嘛 原来叫光融合技术 这么小的公司 为什么这么大的世界级的公司 都在找他 原来还有光纤主动元件 这么小的公司还在赔钱 为什么鸿海一定要他 而且派奖上益去 当然是他的特殊技术 尤其是最近的联雅 赔死了 结果呢 英带也说拜託拜託 快点快点 来帮我做 看到没有 那日本光纤是联军 联军跟前底 其实上面这些股票都涨停了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放心 你放心 只有他还没大涨 那为什么还没有大涨 因为美国矽光子引擎麦威尔 他延迟出货 他为什么延迟出货 他不是延迟 他是做新的 人家说 我先用旧的就好了 现在发现说 哎呦手机真的来了 哎呦 CoreOS真的来了 所以他能涨 他一定有机会 而且股价还在最低檔 这样是不是已经把它说得很清楚了 好 赞成买光盛的 我给你拍拍手 给你放烟火 给你的勇气加十分 但是如果你说 哎呦老师啊 我还是想买第一手 我想找那个倍数上涨的股票的话 各位他应该是最有机会的 人家说麦威尔啊 就是说这家的美国公司啊 可能是第二个回答哦 欢迎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又有数据中心 又有数据晶片 回答说 没有这个麦威尔的网路的话 他的伺服器 他的手机完全没有用啊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这一档又在底部的股票 是不是第一手 老师棒不棒 老师很棒哦 但是你也要很棒哦 欢迎你 赶快跟上来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到明年三月 那么这些都是AI不断上涨 一个一个翻过去本身的一个情况哦 还有翻倍上涨的股票 请你一定要把握 那么第二件事情 也要跟各位说啊 在AI发展的过程当中哦 我觉得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真的是比以前辛苦很多 就特别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对电子啊 比较没那么熟悉的朋友啊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会说啊 这股票都好好的啊 台塑市保就好好的 怎么不会涨呢 这个市新就好好的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我真的还是要再次跟你强调 在多头市场里面 那么可以说是像今天这样大涨 昨天像大涨 昨天涨五百多点 今天涨一百多点啊 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踏步 就是等于输了 如果你下跌之后又原地踏步 就等于输了 各位看到没有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那么这次难就是难在 你必须要对半导体真的懂很多了 所以还是 你没有任何时间 你还是交给我们吧 我市里手上三四个助理 都是电子工程师在帮忙研究啊 我说我这次台积电叫晶圆代工 你知道吧 台积电现在去做什么 去做covers叫做封装啊 所以 台积电已经转网封装测试的时候 他到了三奈米没有再往前进了 所以 如果说从五奈米一直到三奈米的时候 他要去给你买细制裁 到了三奈米没有往前进的时候 细制裁就往下掉了 所以从五奈米到三奈米的时候 他会涨啊 但是从三奈米之后 他没再跟你买你就往下跌了 你看一下那个时间有多准确 我们同样的看六四四二的光盛 这是我过年的时候第一支介绍给各位的股票 光盛丧权联军花开富贵啊 我当时就跟各位讲这个公式了 我说这基本上 这是细制裁的一个所谓制造模式 那么你要去买那个智慧财产权 你才能够做晶圆代工 然后才可以交给客户 那现在不用再买智慧财产权了 我只要把我原来的这些东西不断的往上堆叠 做封装之后呢就可以交出去了 甚至更高阶一点我们要来做什么 做封装之后呢 顺便里面给他加上细光纸 客人还会跟我说谢谢 我准备给你涨价让你好好的赚 结果就这样一路这样子往上上去 一路这样往上上去 一路这样往上上去 然后涨到现在已经三倍了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还是这么形容一件事情 你来找我不好的股票 我会帮你换掉 而且呢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程 什么地方有未来 什么地方是这里面你必须要把握的 所以我说过过去现在未来 股票市场是买哪一个 我发现很多人买过去 过去是什么 他说台硕很好啊 我配股配息就好 结果今年 今天有一个更惊人的新闻出来 台硕被踢出去高股席之外 台硕已经不算高股席你知道没有 他今年配不出钱来了 这叫过去啊 那现在呢 现在什么地方比较强 OK 现在你说老师 现在台积电比较强 OK 没问题 但是984了 好啦我跟各位讲 我预估是四位数 但是基本上来说 984到四位数 好像也没有很多 而且台积电 虽然已经有人看到 你说有人看到25000点 有人看到27000点 是不是 25000点台积电要1100 你有27000点台积电要1300 你要先去算一算 所以有的人给你开空头支票的 你自己想一想就好了 我是真的是真心给你计算 所以24000点台积电大概不能讲他多少钱 知道对不对 24000点他要到多少钱 还没到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那为什么这个叫做现在还在进行的当中 现在还在进行的当中 对不对 4562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各位看到没有 这些股票一档接着一档 一休息马上上去 一休息马上上去 还有这个所谓的机器人 那机器人原则上我认为 石硕工还有这种所谓的看到没有 机器人其实 这里面有一些是未来的 谁是未来的 然后鸿海比较像未来的 对不对 这里面有更多的像未来的 就在机器人上面 会洗碗的机器人看到没有 苹果做机器人没有 还没有嘛 对不对 那你看在美国 很多机器人的是帮你做护士的工作了 还做巡逻远景的工作了 你看特斯拉呢 已经请这个机器人去工厂上班了 然后黄仁勋也跟你说 未来三年之内 人型机器人就要突破了 人型机器人就要突破了 各位看到没有 同样的波士顿动力机器人 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早就是做人型机器人了 那黄仁勋的儿子呢 黄胜斌 在做什么 在做仿真机器人啊 他女儿 这个什么 他女儿叫做黄敏山 做oniverse oniverse是什么 手 这只手 机器手臂 里面相关的一些软体程式 当然机央来 机器人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软体程式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们都在讲什么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他们共同的希望都叫做机器人 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那鸿海还再讲一次好了 鸿海 100块钱的时候 人家问我116会不会过 我说我们过的 现在呢200多块了 目标还没到 但是为什么鸿海 还什么东西都有呢 他有手臂机器人 他有人型机器人 他也有G200 全台湾最好的东西 还有iPhone16 全台湾最好的东西都被他做光了 所以鸿海呢 还有夏文 基本上我就这么跟各位讲了 那同样的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哦 如果机器人要做未来的话 应该是朝这种会跑会跳的机器人 上面来着手啊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部分应该还是可以继续来把握的 来各位看一下 这张就是最重要 华尔街点名这家晶片制造商 有望复制挥达成功之路 这华尔街不能乱写啊 而且一共有四个分析师 我就直接告诉你 四个分析师是不同公司的 各位看到没有 AI是最大的赢家 但是Maswell Technology 麦威尔科技啊 因为他有智慧财产权 哦哦哦哦哦哦 你在网路上 要做什么网路晶片他有耶 你要做还要付钱给他 这类似细制裁的观念啊 和什么数据中心 他已经做好了哦 所以挥达要做数据中心 人家早就做好了 甚至呢各位看到摩根大通 他说这个这个多少多少 下面还有好几个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好结果 刚好他做了这个晶片之后呢 他现在直接做了第二代的光引擎晶片 所以这是他的 麦威尔本身的一个获利啊 本来去年赚1.25元的 那么这些分析师都预估说 每一年增加一块钱到2008年的时候是六块钱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七十块啊 如果是用六块钱算的话 本利比十二倍 开玩笑美国哪有本利比十二倍啦 美国本利比都要四十倍三十倍啊 所以大家认为说麦威尔很有机会大涨 同样这家公司 哎我们先用去年三块钱来算就好了 算一下本利比多少 十八倍左右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本利比几倍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本利比几倍 你看这个本利比几倍 夏洛巴尼吓死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认为麦威尔科技 也就是所谓的麦威尔网通概念股呢 现在最具有所谓未来补涨的空间 有没有道理 我不是叫你买广达哦 我也不是叫你买红海哦 所以买那个会长哦 我也不是叫你买台积电哦 那买这三档股票 我还是告诉你会长 但是重点是什么 代表老师没有用功 代表老师没有动脑筋 我也不是随便跟你喊个两万五啊 两万七啊 两万三万都给你喊啊 我是很客观的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这里面那么你所看到的电子指数 你所看到的台湾50 都已经完成了V型反转了 所以按照V型反转的推断 后面还要到五百到一千点以上啊 你看你说老师五百到一千点 这怎么可能 两天就超过六百多点啊 两天快七百点了 你有看到吗 两天快七百点 昨天五百多 后面这些大股票喷上去的时候 我回答带领我们大股票上去的时候 结果融资还在减少 是不是半信半疑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不要怀疑 如果你空手的朋友 我也请你说你不用乱追啦 因为你可能赚了一点点走量 没什么意思这个我认为有倍数的空间 你觉得有没有 我认为应该会有 因为你看前面涨三倍 他只是因为说他延迟出货 他只是因为延迟出货 对我们这场股票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兴趣啦 因为我对细光子真的太了解了 全台湾真正的细光子专家 特别是这种新兴产业啊 我专门研究什么机器人细光子的 我说过 这是机器人圆连细光子圆连 这种新兴产业 你来找黄敬哲财富指挥官家族 那你就真的是找对人了 不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么多产业 我们会把最好的报告奉献给你 我们会把最有理论根据的东西 跟各位来分享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绝对不是 不好意思讲说 用手逼逼的就真多数啊 这是真正经过所谓科学数据的计算 欢迎你想尽办法 赶快跟上最认真最慎重 为你的钱 来掌握未来财富的财富指挥官 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们等您电话 本公司所推荐 在本期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鲜盛评估 并付出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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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